1505年 是最为荒唐 也最为潇洒的一位 郑德即位不到两年 就搬出了历代皇帝居住的紫禁城 在皇城中 新建了一处 名叫报房的住处 里面有京社 猎房 以及各种俱乐部 他从此摆脱了 宫廷之中各种清规严律 也不再受文臣百官们的约束 他在宦官 喇嘛 灵游以及异域术士的包围下 肆意生活 他也偶尔临朝听政 也不时出席 明朝特有的经言 但都是任意而为 毫无拘束 最为令人捧腹的是 发生在1517年 由于达达王子薄言蒙可 率领五万骑兵范靖 郑德心血来朝 自逢威武大将军诸寿 自告奋勇率兵迎敌 一位边官御史以大局计 不让郑德出关 随即被他罢免代之以换官 然后郑德带领军队 在边境军寻四个多月 得胜回朝 在皇宫外 大肆炫耀缴获的战利品 以宣扬他的此次大劫 但是等值的明朝文官 始终坚决不承认这次胜利 他们反复强调 我军伤亡达600人 而达达却只有16人战死 第二年秋天 郑德又给自己升官 先是升为郑国公 奉路五千十 不久又加封为太师 这是凌驾于内阁大学室之上的 最高文官 封完又跑到西北巡边 那些正直的文官 数以百气地向他上奏 结问他为何要自降身份 首府更是直言 威武大将军诸授 到底是谁 如果伪造圣旨 那就该处死 可郑德看着下面一帮 声泪俱下 面红耳赤的文官们 依旧我行我素 不加理会 自从即位以来 他早就跳出了这些世俗约书 他的性格 也使得行为更加放纵洒脱 郑德喜欢和臣子私混喝酒 且表现得毫无架子 有一次有位巡抚设业 郑德的位置竟然没有筷子 臣疗们惶恐异常 纷纷请罪 他却认为这是个笑话 一笑而过 他经常跑下奢华的龙脸不作 反而去和其他人 一起挤在民间使用的大车上 令人摸不着头脑 在他祖母的丧礼上 由于地上积水泥泞 他下令群臣免于磕头 却遭到文官的上奏指责 郑德就像一位 穿越到明朝的人物 他 撒脱 豪气 不拘一格 他在十六年的皇帝生涯中 已经领先了 那个时代一个身位 严谨固执的明代文官们 无法揣夺他的思想 他也从来不屑解释 他毫不费力捉弄了 他的臣子们十多年 又在一次落水事故中 突然离去 让满朝文武不知所措 他荒唐洒脱的一生 似乎在向百官声明 我是皇帝 具有无上权威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半个世纪后 他的侄孙万利皇帝 同样开始了 和文官们争斗的一生 只不过 他没能如同正德一样洒脱 只好消极闭世 不问朝政 为大明王朝的覆灭埋下伏笔